小独栋的鬼屋卫生间已经从脏兮兮一片变得小有氛围感啦 虽然网友都不喜欢这种装修 但是本人还是挺满意的 就是这个入户的水表有点太拉垮了 正好改花园的时候还剩了点防虎木 用它做个水表箱遮遮丑 咱得精致到方方面面 把需要的木板和木方切出来 在那打磨机把表面打磨平整 然后就可以开始施法啦 先变框 管道侧面正好是两块板的距离 两样组合在一起就行 再根据水管的尺寸往上面定两块 背面再来一块 一会儿用它往墙上固定 这样框就变好了 接下来变门 嗯 这怎么变什么 意外意外再变块板子 用钉枪固定起来就行了 这样用门这样开底了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门太素了 不符合卫生间的风格 再给它来点装饰 外围先加个画框 有缝隙的地方抹点镊子填屏 剩下的装饰等刷了漆再夹 统一刷成跟马桶盖一样的黑胡桃色 好了 脏完一下子就复古那味儿了 中间做点光饰 还是之前剩的转印纸 选了两张跟黑胡桃色比较搭的 组合了一下 正好这个椭圆形放下 用它比着画出形状 再往椭圆形里 均匀地涂上米白色的漆 白色贴转印纸会明显一点 等它晾干的时间 先把这个放进去 放进去试一下 进时能进去 就是跟墙之间有个大缝 是因为有这块背板给它拆了 换两个薄一点的脚码上去吧 这回再试试 这样就长青多了 再用膨胀螺丝固定到墙上 闻了 门上的漆也干了 便飘飘最重要的一步 来啦 贴发发啦 果然用木板刮了刮 撕的时候丝滑多了 少了个尖 没关系 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旁边再贴上一幅人像 完美 满满的油画感 跟黑胡桃木色可太搭了 就是这边缘不太平整 用热绒胶枪捣俩雕花 做个画框挡挡吧 四个角贴这个 然后边上贴这里 就去烤 又零零碎碎 烤了几个形状不一样的 感觉差不多够了 先围起来试试 这效果可以啊 有复古香框的味儿 就是颜色还差点 看得到古红色 这个金不金 赢不赢的颜色 正好给黑白色之间过渡一下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它贴上啥样了 颜色果然很搭 先摆摆确定好雕花的位置 再往背面涂上又微胶 粘上去 一个个都摆好 再用紫外线灯烤一下 烤了 香蕉雕花一下子就更精致复古了 我觉得这四个角上 跟这个雕花不搭 又拿了四个角花 刷成了黑胡桃木色 刚才再用勉丁胶一个角来一个 粘完果然更搭 更有感觉啦 赶紧拿过去装上 更好了让它更搭 上下各装一个盒叶 把门固定上去 为了开关方便 又装了一个门西 关得严严实实 不错不错 跟卫生间很搭 像一个油画框一样 质感好好 终于把抽手的水表遮住啦 嘿嘿 给你换个手 你能够去装上 帮你 你能够去装上 你能够去装上